食安问题也延烧到了猫饲料 有猫咪的四主在脸书上po文 说养了四只猫 结果吃了某个厂牌的饲料之后 有三只出现滴血甲 一只更引发并发症死亡 结果有不少的民众 也说有类似的情况 朝野立委都要求农业部介入 针对有疑虑的饲料来进行检验溯源 购买饲料给毛小孩吃 是很多宠物四主再频繁不过的日常 结果有民众在网路社团po文 说小猫吃了特定品牌饲料 出现滴血甲等情况 甚至还引发并发症过失 消息一出才发现 这似乎不是单一个案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 是那个饲料的问题 我就惊觉奇怪 他们为什么都有 一样都出现滴血甲 换饲料之后有发现 他的喝水量增多 增多的幅度呢 大概是一天五六百梦 带他去鞋检 发现也有滴血甲的症状 有滴血甲鞋检报告 跟购买证明的四组 又有四十位上下 家中小猫出状况 部分四组质疑 问题是出在饲料 被点名的厂商 发声明秀出了 黄穴毒素的零检除报告 也正在送宴其他项目 而在受益师群组当中 已流传近期 出现很多猫咪求诊 大多都是和滴血甲相关 那短短的两三天之内呢 其实我们受益师社团 就接获到十几个案例 很多病患是换了饲料以后 他就恢复正常 我们认为应该要去 针对这个饲料 做仔细的调查 台北市的动物保护处 事实上在昨天 已经到民众 曾经那家公司 去进行稽查采样 我们全部都会 都会做检验 那如果说 有违反规定的话 前面有说过就是发款 那要求厂商 就是下架回收 蓝瑞立委 各自召开记者会 呼吁农业部要介入 以最快速度来检测 有疑虑的宠物饲料 并主动搜集案例 如果调查发现问题 也必须立刻公布厂牌名称 批号尽快下架 记者曹燕俊朋友组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